第三百七十三集 我得道就是我的道 这一点连君露露也吃惊起来 这小丫头看得楚楚可怜 其实鬼惊鬼惊的 你以为我不说她就猜不到吗 不说反而显得咱们阴险了 还不如堂堂正正说出来 我就是想要沾光 怎么的 这是何等光明正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呢 君熙竹黑黑一笑 看着墨清武 墨小姐 你说对不对啊 墨清武正听得入神 不由得鬼使神差的点点头 对 说完就知道不对 但君熙竹已经笑了起来 墨清武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 刚才君熙竹一番分析 就在他的面前 墨清武冰雪聪明 岂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若是君熙竹不说 他反而会觉得别扭 如今就这么直白的说出来 墨清武反而觉得心里有些松了口气 真小人并不可怕 因为他所有的阳谋都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 最可怕的是伪君子 君熙竹也是无奈 他也想闷声发大财 今日能瞒得过墨清武 那是丝毫也不为难 但是来日那位高人来了 以这种绝世高人的阅历 岂能看不出自己的小九九啊 那样反而是弄巧成竹了 搞不好暗竹就会因此而覆灭 所以他想了好久 还是现在就坦诚相待 我们本来就是黑道势力 黑道势力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 君熙竹如此说道 让那些伪君子们去哭吧 老娘就这样了 墨小姐 你暂时无处可去 不如就在我这里落脚如何 君熙竹笑着问道 那我还要去苍蓝战区呢 墨清武睁着圆圆的大眼睛 没关系啊 我们也是要去苍蓝战区啊 君熙竹呵呵一笑 一路同行总不碍事的吧 不过你去苍蓝战区真的是去找墨天机吗 不是 墨清武想起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二哥低着头不看自己不说话的样子 突然间心中一痛 眼圈又红了 我不去找他 哦 君熙竹正着 那你找谁 我找 顾独行哥哥 金默大哥 罗克迪大哥 董无商大哥 苗不通大哥 墨清武搬着手指头 一个个的数过来 哈 君熙竹想不到 这小丫头居然交友如此广阔 这番数算 居然包括了 新晋年轻一辈十大高手之中的四个 还有神头鬼道的唯一传人 他们 是你什么人呢 他们 都是我楚哥哥的兄弟 墨清武肯定的说道 我找到他们 就能等到楚大哥来了 楚哥哥 君熙竹眉头一皱 突然想起他刚才说的 楚小羊 楚大羊 突然心中一动 你楚哥哥 楚羊 明镇下三天的楚岩吗 墨清武眨眨眼 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脚筋 对 那就是我的楚羊哥哥 既然我在你的心中 是个重要人物 那么想必 你也不敢把我楚羊哥哥 怎么着吧 楚羊王要来中三天 君熙竹脸色沉了沉 眼神轻轻地转向君鹿鹿 沉思半场之后 阿璐 楚羊王跟你有交情吧 听说你突破的时候 还是楚羊王帮了你的大忙啊 是 君鹿鹿一直对楚羊心存感激 文言不下思索 那位楚羊王楚羊 的确是文武兼备 天下少见的奇男子 墨清武的眼中 突然间爆闪起一阵骄傲的光亮 一张小脸在这一刻 似乎也发出了光芒 他激动得娇弱的身躯 也有些速速颤抖起来 我的楚羊哥哥 楚羊哥哥 文武兼备 天下少见的奇男子 这就是别人对我楚羊哥哥的评价 楚羊哥哥教过你弹琴吗 墨清武好奇地看着君鹿鹿 是啊 君鹿鹿微笑道 都亏了他呢 墨清武突然觉得心中一毒 看着君鹿的眼睛里面 竟然泛起了强烈的敌意 墨清武这么点年纪 当然不知道什么情情爱爱的 他也压根就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但是此刻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敌意 就是觉得不舒服 哼 小脸一变 气哼哼地转过头去 哎呀喂 君鹿鹿惊奇地指着他笑起来 这么一点个小丫头 居然学会吃醋了 墨清武鼓着小嘴 闷闷不乐 君鹿鹿故意逗他 用一种缅怀的口气说道 还有 楚羊长得很俊 说话声音也好听 弹琴也好 小五 你听过你楚羊哥哥弹琴吗 哼 墨清武的声音更大了 他委屈极了 自己是真的没听过呀 楚羊哥哥竟然给这个女人弹琴 也不给我弹 太伤心了吗 若是楚羊在这里 定然会凌空喷出一口悲愤的血来 老子我不会弹琴呢 我弹给谁听了我 这是黑天的冤枉啊 君鹿鹿唧唧咕咕的笑了起来 活像一只偷了食吃的小母鸡 好了 小五 见到楚羊的时候 让他弹给你听就是了 君西竹出来打圆场 在他想来 楚羊既然能够指导君鹿鹿弹琴 本身的琴艺自然不错 谈谈琴 哄哄小女孩 那还不是手刀琴来啊 殊不知 这句话却直接将楚元旺陷害到了山穷水尽 叫天无路 下地无门的尴尬地步 莫清武眼睛一亮 嗯 大姐 既然如此 那么给墨世家族的勒索 是否停了 打消原来的打算 君鹿鹿看了叶莫清武 收住了笑 向君西竹说道 嗯 那不行 君西竹断然拒绝 咱们本来就是黑道势力 万万不能丧失我们作为黑道的立场 啊 君鹿鹿眨着眼 无限意外 莫清武也眨着眼睛迷惑起来 可是 一旦银子到手 那小武岂不就要交回给他们 可能一回去就被他们逼着嫁人了 君鹿鹿有些着急 哎 阿鹿 你也跟着我混了这么多年了 怎的一点也认不清我们的地位呀 君西竹很是无奈的皱着眉 我是谁 我是君西竹啊 啊 莫氏家族拿了银子就想领人走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君西竹将莫清武揽在怀里 嘿嘿一笑 小武这样的宝贝 我怎么能交还给他们呢 简直做梦 啊 你不还 难道要白吃六千万呀 这不好吧 我们是黑道啊 什么是黑道 这就是黑道 君西竹深沉的说道 君鹿鹿明显有些晕头转向 姐姐 可是你常说道义有道啊 对啊 道义有道 这就是我的道 君西竹一瞪眼 我得道就是我的道 怎么样 问问中三天 就是我君西竹说的 谁敢说不对啊 君鹿鹿彻底无语 看来大姐是铁了心 要黑莫氏家族六千万了 这也算是先为小武出口气 哼 他们那样残酷的欺负虐待小武宝贝 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啊 君西竹话锋一转 说出一个极端牵强的理由 但莫清武却眼睛一亮 顿时就觉得君西竹倾泻了几分 君鹿鹿瞳目结舌 说说楚颜望吧 小武也这么感兴趣呢 莫清武顿时眼睛一亮 心想这位大姐姐看起来凶 其实人还是不错的 知道我想要听什么 楚颜望 君鹿鹿正了一下 回想了一下与楚颜的接触 他整理一下思路 然后说了起来 君西竹静静的听着 突然打断 这么说 楚颜的结拜兄弟有五个 顾独行 罗克迪 季默 董无伤 苗布通 是不是 是 君鹿鹿想了一下 肯定的回答 这几个人 现在都是名声雀起 摆明了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 你有没有发现 楚颜的这几个兄弟 其中有三个是各大家族的二公子 苗布通 是神头鬼道的弟子 在中三天是自由人 而顾独行与楚阳 结拜的时候 分明就等于是 顾氏家族的打手 到后来 顾家两个公子意外死了 顾独行才成了少家主啊 君西竹眼镜里闪着光彩 都是一些这样的人物 为什么呢 君鹿鹿一愣 他还真的没想到这一点 楚颜王 看来旗帜不小啊 野心也很是宽广嘛 其实这倒是冤枉了楚阳 因为这些人都是顾独行拉来的 那倒也未必 毕竟楚颜王实力还很微小 就包括他这几个兄弟在内 虽然现在风光 但若是我们存心对付 旦夕之间也就能烟消云散了 君鹿鹿想了想 不确定的说道 未必 君鹿鹿沉默下来 墨秦武眨着大眼睛 还在回味刚才君鹿鹿说的话 楚颜哥哥 楚颜王 雷霆手段速铁云 万里独行 闯中舟 一人搅动天地起 楚颜哥哥真厉害 楚颜哥哥最厉害的 墨秦武眼中闪着光 心中无限满足 似乎楚颜做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自己也感同身受 荣耀至极 光荣至极 骄傲至极 君西竹哼了一声 闭目养神 心中却在想着 若是那位神秘高人来了 中三天有可能沾光的 极有可能就是两个人 一个就是即将从下三天上来的楚颜王 而另外一个 只要自己这段时间操作好了 笼络好了墨秦武 那毫无疑问 就是自己了 但是如何处理那个楚颜呢 是对手 还是盟友呢 这是个问题 那个楚颜 也不简单呢 君西竹迅速地开始盘算 若是将楚颜杀了 会有什么后果 若是与楚颜保持良好关系 会有什么后果 他身上的气息 一会儿有些森冷 杀气腾腾 一会儿又有些春风和暖的意味 刹那间气息百变 墨秦武心中 却在活泼泼地打算 看来暂时是没有危险的 这被暗主看起来可怕得很 但是现在 却好像对自己很亲切 而且他有所图 不知道是不是求他帮助一下 楚颜哥哥呢 楚颜哥哥 毕竟刚到上三天 人生地不熟的 要是暗主肯帮他 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呀 墨秦武眨着眼睛 想着心事 马车一路前行 外面呼呼地刮起了风 车厢里三个女人 有大有小 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禀君座 给墨氏家族的三封信 已经送出去了 君熙竹淡淡点头 摁了一声 扮上之后 君熙竹睁开眼睛 阿璐 传令给魏公子 让他将暗盘的赔率 调一调 将寂寞的盛面压下去 赔率调到一赔五 啊 君怒怒大吃一惊 这么高 对 君熙竹轻轻点头 又想了想 将暗盘赔率调好之后 然后想办法将暗盘转成名标 魏公子让出庄稼 让奥邪云欧独孝 莫天云谢丹琼 这四个冤大头去做庄 第37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大家